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124到第125页 所以我们看这个124页的活动2 测量长度和距离 所以就量一量写一写哦 所以看到这个项目哦 那么你可以看 自己的这个铅笔哦 有多长哦 比如说现在这个是你的铅笔 那么我们就有这一个尺哦 所以你可以大概 这个铅笔呢 通常都是我们从零开始量哦 那么你看这边我们 那么我们的眼睛哦 要跟这个是平行的哦 那么你看到这边的话 它是大概 我们讲大概15cm 虽然这边是14.5 那么你可以写14cm都没问题哦 所以我们这边就写 一个合理的这个单位哦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写一个14cm 那么当然你这个答案不一定是跟着这个 那么你可以自己量自己的铅笔哦 所以就写那个长度哦 给下去第二题这个学生做有多高 那么你可能你就是从你的地面 量到这个桌面上哦 所以这边呢 你多数是少过 啊 通常是少过100cm哦 那么老师就写这个75cm哦 那么再一次提醒你们就是这个不是 不一定是跟着这个答案哦 那么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答案哦 给下去这个第三 那么教室有多长也是看 啊 你自己哦 因为现在就 啊 你可以这样写哦 那么合理的长度就是你可以写这一个 三米的哦 不可以写cm哦 那么甚至是长过这个哦 那么看这个是我们讲是小的教室哦 那么你可以啊 可能就是你可以写一个 啊 爸也可以哦 那么爸我看比较合理点啊 那么可能是你要班上可能比较多人的话哦 那么就写一写比较啊长了 甚至可以写生哦 那么生个 米扯可以哦 那么宽也可以写成这个10哦 那么就是看我们讲比较合理的哦 那么十个米扯长 十个米扯 宽哦 那么当然这个是看你自己通常是用一些拉扯哦 量好 可以加去这个窗口 离地面多高 那么就是 那么你啊 这个可能教室 这个窗口哦 那么从那边开始零哦 那边开始凉 那么那边是零 零到地面上有多高 那么 可能也是少过这个100cm哦 那么老师就写一个可能90cm哦 那么这个也不一定一定是这个答案哦 那么这个答案是我们讲 可以全部是没有固定的哦 试看你自己哦 ok 再去我们看这个B相了哦 ok B相的密封还有多圆 才飞到花上测量两点的距离 那么这边已经给你一个点哦 这边一个点哦 ok 真正来讲可能就是你要中心点哦 不过我们就量这个就对了哦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 啊 这样子量哦 所以这个点一定是在零哦 不是在这边哦 那么一定是在零 零到 这个哦 好 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这个书是刚刚好 10cm哦 所以我们就 啊 密化线哦 因为这边就是你可以这样看哦 这边是 10cm哦 所以两点的距离这边就是 10哦 ok 再去我们看这个C相了 ok 看图写出毛线的长度 ok 这个呢 通常你就是 你不可以写这边直接7cm不可以哦 因为你要量这边是 算起来是这边零开始哦 所以换句话说这边就是 0 1 2 3 4 5哦 所以如果你要确定的话就是在这边哦 这边也是刚刚好哦 那么零一定是毛线 最左边这边哦 那么我们量到这边右边是大概 5cm哦 所以这边我们是写5哦 我们不可以不可以写7哦 所以这边是5哦 ok 再去我们看第125页哦 所以画这个直线哦 在以下空白处分别画一条3cm和12cm的直线哦 那么讲直线如果你画 ok 如果要画到比较整齐的话 我们当然是画横哦 你不要画直线哦 我们画这个横线哦 那么可以的话 如果你要跟这个例子来比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画哦 就是说跟这个线哦 那么可能这边有一个 我们可以的话有点距离哦 那么这边是 这边跟这边一点距离哦 所以这边我有一个 我们讲好像起点这样哦 所以这边跟这边哦 这边等一下会画这个3cm哦 所以呢这边就是一个 啊先画一个3cm哦 那么可以的话 你就跟这条线平行哦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画一个啊3cm哦 所以这边到这边 我们是一个3cm哦 那么也画了过后 还要注明哦 这边是3cm哦 在这个线的中间哦 那么就要去到这边呢 就是一个啊 12cm哦 所以12cm 就在这边呢 所以这边你画回去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点哦 所以你在它的中间 写一个12cm哦 所以这样就画好了哦 所以我们看B项咯 OK 在下图的直线 不要上起点和重点的记号 表示长5cm的直线哦 所以我们肯定是在这边点了哦 我们写一个起点哦 所以下去我们就是要量一个啊5cm哦 所以这边0 那么我们量到这边5哦 所以我们做一个一个记号哦 在这边哦 所以这边我们是写一个终点哦 所以这边写一个终点 那么在它的这个中间这边 我们就写一个5cm哦 就代表它是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 或者是长度是5cm哦 OK 下去我们看这个C项哦 画两条直线分开每个动物 然后测量和标上 直线的长度哦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 啊 OK 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就以这个整数哦 我们不要有小数点哦 所以如果要分开这个动物 我们就是肯定画 因为有4个哦 我们就画 类似十字架这样哦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画哦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 啊 这个线呢 你就把它 其实有几个答案哦 那么你就自己去 调一调哦 那个尺哦 所以这边呢 老师就画 这边这个边啊 到这边 那么老师大概画就是14cm哦 总之是不要动到这个动物哦 的这个头部哦 所以呢你就是 这边到这边哦 那么就是14cm哦 那么在这边你就可以写一个14cm哦 那么你再这样画这边哦 那么老师大概画这边是大概 0到8哦 这可以找一个8哦 所以0到8你可以画一条哦 那么这边我就 呃这样子写哦 那么这边是8cm哦 那么当然你在这个你可以画 也可以这样画哦 这边甚至可以到16cm哦 如果你看这样的话 这边16cm 那么这边你可能可以 啊 10cm都可以哦 都可以哦 那么答案不是单一哦 那么很多种答案哦 那么老师就 为了要 啊 看到比较 好看点哦 那么就 把这个变成 是这一个整数的哦 所以是一个号码吧哦 就说不会8.5还是什么 这样哦 所以就是这样哦 那么就做完了 那么这个是 啊 二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我们来到这个第124 到第125页哦 OK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就在啊 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可以看起来有关系 要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video下面 这个链接 那么可以按哦 那么可以加入 刘老师所开发这个 telegram robot哦